我们中计了 只能让狗扑出去 怎么啦 快跑 不好 爸爸家的后夫人给你出事了 你快带人过去 这是照顾我 你们一起赶快走 走走走 走走 我们中计了 只能让狗扑出去 快他们跑不了 走 走 不好 咱们被包围了 走 是 夫人 夫人你没事吧 没事 大当家的呢 您先生 房子也没了 有些别管这些了 赶紧找大当家的 快点 快放哪儿走 大当家的 大当家的 不好咱们被包围了 各位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放下武器 交枪不杀 赵清泽 听说若瓮中捉鳖嘛 你们已经在瓮里了 赵清泽 你要是个男人 就给我出来 躲躲躺躺算什么英雄 好 城府 城府连长 今天本来是我的好日子 可你们让我的心情很不爽 好在我跟我夫人都没什么事 我也不想为难你们了 各位把武器弹药都留下 你们就可以走 赵清泽 一派胡言 给我打 不得了 没事 龙瓮 你想找死的是你的事 你想让其他的兄弟陪你一起死吗 大武器都放下 赵清泽 老子是军人 你爹没跟你说过吗 十八团的军人 宁可丢命 不能丢强 全部丢强 有种你就杀了我们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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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你们都是好样的 咱不能丢了十八团的脸 不能丢了军人的尊严 你呀 我看见你 我看见你对你 你讲的 我听说你 我看见你 你准备来 我看见你 你还不过 你那些人 我看见你 我看见你 你那些人 你不想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 转发 打赏 谁货 当家了 把枪都还给他们吧 给这帮死人 这可都是一等一的好货 还给他们 我们拼了一个晚上 为的不就是这个吗 你还给他们 我不敢 你们谁手上还有枪的 给我还给他们 你们都聋了吗 大当家的话就是皇上的圣旨 还下 这一个曾经在赵经哲旗下当过土匪的老兵说 他和许多兄弟都亲眼目睹了那天晚上既残忍又悲壮的一幕 十一个被包围在乱石崖的军人 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十八团军人的尊严 也就是从那天晚上之后 那些曾经杀人越祸欺男霸女的土匪们 才隐隐约约感觉到土匪和军人的区别 男人和男人的区别竟然是如此的悬殊 你们都看见了吧 你们都看见了吧 这里面躺着的就是十八团的人 是我们的敌 十八团的名号不是靠吹牛皮吹出来的 是他们拿命打出来的 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清风里输得这么惨了吧 我们想要跟他们争胜负乱输赢 说你各位不爱听的话 你们还差着远呢 那些爱去窑子的 只能说他们是公鸡 算不上男人 那些爱进赌场的 我只能说他们是疯子傻子 更算不上汉子 至于那些爱打家结社亲男霸女的人 准确地说他们连人都算不上 很多人都说我们清风里不却不怕死的人 这话我信 我们当中确实不却不怕死的人 但我可以在这儿拍着胸脯告诉你们 只做一个不怕死的男人 算不上英雄好汉 只有做一个最不怕死 也不怕丢脸的男人 才算真正的爷们儿 放咋家呢 我们清风里的人虽然算不上军队 可总该有番号 不能让人整天说是荒年草寇 你说 你是大当家的 说了算 拿好 各位 我们的本好从今天开始就是 奉年十一军 十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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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在我们面前躺着的 就算是我们的军事将官了 我们不仅要记住他 而且要让他们看着 我们西军的人 个个都是不怕死的真孩子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hitting 感情更成人 感情更成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